上个礼拜的重点提示一下 我的习惯是这样 下载的环境我习惯是记这个网站叫 Google的网址 前面加一个 因为这个Google的网址 前面的我确保代表就是它的搜寻引擎 如果加一个 Google就是它的开发 开发的相关网站都放在 Google.com 那我习惯记这个网站 Enter之后 它这边会有个相关的Develop 所以你就点 当然Google跟Develop Google会比较好奇一点 再点进来 点进来之后的话 会有很多的相关的开发的环境 那里面的话 记得找到那个Enjoy Enjoy这个环境 那你就这个环境点进来之后 就有它的首页进来 那我们要download的东西 实际上就在这个 这个这个 GET的SDK这个连结 GET的SDK这个连结 那连结点进来之后的话 这边 Install的SDK 第一个 那上礼拜我讲过就是 ADT它是一个 Ply-in 它是什么的Ply-in呢 它是Eclipse的Ply-in 等于是说呢 Eclipse本来不能开发Enjoy的 那透过ADT呢 就可以让Eclipse呢 去开发Enjoy的专案 所以如果说你没有这个ADT的话 Eclipse就不能够 这个去设计Enjoy的程式 所以特别注意 第一个一定要先install的 这个Eclipse的Ply-in 那ADT呢 一般这边有个网址 书里面呢 是叫我们用这个网址去下载 不过我上一周讲了 不建议 直接拉到底下去download什么呢 最下面这个有一个ADT的一个package 它是打包档 已经整个下载下来 它的大小 我印象中好像是12MB左右了 那用这个会快很多 会快很多 尤其是你的网路状况 家里网路状况不好的同学 尤其一定要下载这个 否则的话 你光下载上面那个 很多人都乱不起来 可能会卡住 OK 那第一个是下载ADT 第二个的话是下载什么呢 下载那个Enjoy的SDK 那SDK呢 就在install的SDK上面 download 这边 那我也讲过 因为呢 它的download方式 有两种